醫生, 你好 醫生, 你好 健聰醫生, 你好 我們有事想請教你 醫生, 首先我很想問 為什麼氣管敏感會咳嗽、流鼻水 除了這些之外, 還有什麼症狀呢 其實氣管敏感 因為有些外界的致敏原 可能包括塵埃、塵門 或者是貓、狗、毛的致敏原 進入呼吸系統裡, 鼻膜、氣管 令細胞膜產生不正常的反應 一些組織胺、細胞因子 那些的影響氣管 就會很充血, 可能有鼻塞 有些黏液分泌, 有鼻水, 有痰黏著 很終極的時候 氣管就會變成發炎硬, 會變緊了 所以我們可能會覺得 呼吸的時候要大膽一點才休息 才舒服一點 再嚴重一點, 可能我們說說 說一下, 越來越白聲, 越來越細 甚至失聲 最後可能去到氣喘, 嘻嘻聲 就能越來越差也可以 其實什麼情況之下 會容易引起氣管敏感呢 一般來說, 所有病 其實我們都分為一些遺傳的原因 以及一些後天的 遺傳的, 譬如說你爸爸或者媽媽 如果有敏感病, 敏感、濕疹那些 一個有三成的子女都會有 如果兩個都有的話 可能去到七成以上會有這樣的情況 但是當然要後天的因素配合 例如我們工作 如果我們在發炎屋裡做的 是早點要染發的那些物質 可能有些天下水的各樣會影響到 另外, 或者你可能會做一些 駕駛的司機, 可能有很多塵埃 或者可能做裝修那些 都是會後天的因素 好了, 家居方面 譬如說我們說 我們新屋的傢俬的隔床 又或者可能是一些我們養毛鞋 貓、狗那些 牠們的毛蝕都是一些自問員 如果長期暴露的話 一些先天後天合體 就產生氣管敏感 那怎樣可以找到這些自問員 是否有檢測可以做的 有的, 以前很久以前 好像我們岳飛媽媽一樣 正宗布閣地刺背脊 逐隻事 但是因為很痛 而且現在實在太多自問員要做 不能夠刺那麼多針 所以我們發明了有抽血 抽血那裡我們可以檢驗一些吸入的 譬如說是草、樹木 或者是貓、狗的自問員 一些食物的, 我們說可能是乳類的產品 或者是肉類等等 透過抽血分為六個階級 如果是一、二、三就輕微一點 但到四、五、六 到第六可能就嚴重 可能有致命的危險 你可以去找到 和知道怎樣去預防 一至六這個致命原 你平時檢測最多是哪一款敏感的 通常是二、三的 到五、六的 通常都曾經譬如說進入過醫院 那些病人才會去到五、六的階段 其實大部分香港人 我們看到的個案 都是大約一、二度為主 對, 這樣就這樣 那這些就不需要看醫生 對, 那些可能我們要盡量 做一些預防的方法 譬如說我們知道也有 不要碰那麼多 或者真的要碰的話 如果可以避就避 基本上再加上 可能後天我們做一些 強化氣管運動那些 那些未必一定是氣管敏感的 對, 這樣 剛才你也說過氣管敏感 其實是會傳染給小朋友或子女 是否一定會傳染呢 我們應該說是遺傳會比較好 因為你也有說先天和後天 是否兩者都一定會還是有分別呢 可否再詳細說清楚 可以… 我們說是遺傳的方面 遺傳方面其實不是這樣 子女一定會這樣 是有些病人 他整家父母或祖父母都敲喘 他們知道的子女也是 即是先天 他們就自小去游泳 對, 令到氣管很鬆 很不錯 而且不會有很多 子敏著的環境控制 那些去到十多歲 都跟我們覆診 就可以撕掉了 對, 都可以控制到 可能偶爾轉天氣有一點點咳 但未去到要喘、要吃藥的階段 好, 那後天呢 會不會有機會傳染給小朋友 到後天的個案 如果是因為氣管敏感 理論上來說 跟敲喘的分別就是敲喘多些遺傳的因素 所以如果後天氣管敏感的定義 如果找到自己的敏感 沒有了 之後我們盡量用方法 把它變回正常 就可以保持 也不是一定會遺傳到子女 還有, 譬如兒女看到媽媽有這樣的傾向 我就多做一些對氣管好的運動 就可以了 不要吸煙就可以了 明白了 但不知真的, 如果氣管敏感 處理得不好 其實會否引致到其他疾病衍生 甚至說是敲喘病 氣管敏感 其實我已經說過了 因為理論上 它都是在環境為主 基因的原因是較為少 我們找到它 避免了之後用一些方法 變反正常 其實是沒事的 但如果氣管敏感 不停不停的 都好不了 我們叫做去不到家鄉 即去不到去靈 那氣管就會慢慢硬 硬到好像敲著 真的會變成敲喘 那時候就手未坐 所以都是病向前中醫會好一點 那我想問一下 醫生通常會處方些甚麼藥物 其實我們氣管敏感的一個管理 或者一個醫治 其實我們有四個層面 其實藥物是其中的四分之一 或者說了海恩 說說關於藥物 其實分為兩邊 一是一些病徵舒緩 例如可能是指鼻水 收鼻塞 或者可能讓氣管少一點 淡的藥物或者止咳 那些治標 那治本方面來說 我們說一定是 抽了治病原避免是最重要的 另外藥物方面 譬如說我們發覺 不行,很密的發作 我們就可能會建議病者 做一些檢查 譬如剛才說過的治病原測試 可能我們會做一些 叫做肺功能測試 去確診它是否酵喘 如果它是接近酵喘那些 我們可能一個短時間 其實初期可能吃一些口服藥 沒有鯉固醇 但是嚴重一點的個案 或者真的很窄 我們可能一個短時間 給它吸一些二合一的 腸部氣管擴張 和鯉固醇的藥物 經過醫生的治療 慢慢減藥就可以康復 其他一些不非藥物的治療方法 除了避免致命員 就包括我們要吃少一點 會影響氣管的一些食物 可能我們說一些果酸重的水果 譬如橙、金、檸檬水、檸檬茶 這些食物就少喝 另外一些辣食物 因為大家都想到 我吃芥末也會立即出口水、鼻水 因為一些辣食物會刺激身體出黏液 我們要避免 還有一些很冷的食物 因為我們的氣管在前面 食道在後面 我們經常喝冰的食物 其實會令氣管如何收窄 因為我們冷縮熱漲 氣管經常收縮 就變成氣管敏感 最後我們剛才也提到 就是強化一些氣管的運動 氣管敏感就發炎硬了 我們主動令它軟熟就沒事了 最好就是游泳 因為游泳 我們浸在水裡有水牙 我們要主動地膨脹氣管 這樣就會最好 其他的方法 例如女生可以想瑜伽 因為她有呼吸方法 亦可以幫助主動動氣管的動動 或者老人家可以想想做八段感 也可以 四種東西加起來 就可以好好控制氣管敏感 即是可以斷尾 對 我想問一下 如果本身已經很敏感 有些過敏反應 那會否適合養寵物 好 本身來說如果曾經有過敏反應 如果真的很想養貓狗 我們會叫牠 不如先做一些致敏員 如果致敏員到第五、六級 就真的要三絲 而寵物亦有很多種 譬如可以養魚 或者剛才說烏龜 烏龜 如果真的不太厲害 或者沒有 我們建議在家居方面 我們會養的 我們一定要有空氣聲音機 一定要有運作正常 另外我們不要養那麼多 因為數目是重要的 真的有個案子 有個病人 本身是兩隻貓狗沒事的 牠突然生了七隻貓 九隻貓放在房間裡睡覺 然後敲穿入急症室 又要聞養氣就很厲害 我們先不要養那麼多 另外可能是家居 尤其是睡房間開窗 讓空氣流通 以及不要讓木鞋上床 因為有時候他們上床多 牠的毛巾未必能夠完全清除 我們睡覺會關門的 所以我們在長時間高濃度 吸收這個致敏源的話 就會很容易會有器官敏感 其他方面 不要說整個睡衣 周身都被牠吸毛 可能換密一點 床單或衣服都是有幫助 為何養動物會有一個過敏反應 牠們是否屬於主要的致敏源 因為牠本身是皮膚的皮舌 產生的致敏源 就算是沒有毛貓、沒有毛狗 生皮狗也會有 只不過我們會發覺 後期貓我們會最擔心 因為貓本身皮舌的致敏源 最小顆 變成會留在身體最久 亦最難清除